閒置超過30年房子 這屋內還長出榕樹 看讓人嚇得根本不敢入住 而從去年中開始 屋主以及管理公司 怒砸千萬整胸 現在看起來是冠染一新 整棟房子就像是重生一樣 還有彩繪師 牆面塗鴉 寄居蟹 整體印象 但近一年多前可不是長這樣 榕樹盤踞紅磚牆上 房子就像廢墟一般 因為30多年前 這裡發生過命案 民國76年 一名陳姓老翁 嫁小女兒前夕 遭人在透天錯三樓割喉殺害 沒有胸刀 沒有指紋 案件至今仍然是未破的懸案 其實一個房子裡面 會長數 老一輩的人會覺得 比較陰生生的 太久沒有居住人了 直到去年管理公司 和地主簽約成租 花了近千萬元拉皮補牆 整體規劃 一樓按摩SPA館進駐 二 三 四樓以及頂樓加蓋 一共有18間的放心出租 被掌握到裡面有點悶 有生意都沒關係啦 沒生意就揣著 外船按摩店一個月租金7萬 與周遭老房店家月租4萬 比起來高出不少 還有店家因此漲了租金 而這棟房子 還與這位名人有關係 惡夢很害怕 卻沒有任何男孩子推爆 尤其是我心愛的鄭其松 原來死者陳四茂 六女的丈夫從事土地開發 兒子鄭姓妻子的哥哥 就是許淳美最愛的第二任老公 鄭其松 兩家有陰性關係 這回兄宅重新拉皮 裝潢出租 過去荒廢不再 反倒成為了經濟母 記者劉世偉邵翔 海邊報導